封城 谷主 在外界看来 金云何以死 把他带回这里 会不会被发现啊 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在这儿他也最自在 我会设下结界 旁人看不到也出不到这院落 我会告诉大家此处已差 他们找不到这儿的 我会设下结界 锦云何 谷主 为何要把结界射得这么大 将后面的花海都罩住了 他喜欢花海 就都留给他 思雨 像一朵花花开 相遇在 开门 文化的亭外 也曾 像一首歌 何何 相遇在 此举天籁 为了他重塑人形 谷主费了拜生礼礼 值得吗 值得 你们是谁 我 我又是谁啊 谷主 他这是怎么了 世间法则 有得必有失 过往记忆 一言消云散 他现在 宛若先生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不急 谷主 这应当是肠意的交人类 留在他身上 只怕不妥 你要喜欢 你就留着 你是不是认识我呀 为什么 你看我的眼神 这么难过 你叫阿稷 纪念的纪 我是你师父 师父 你做什么 我又试剑了 你啊 你比我方可 你还要做什么 你整理那种 我都会给你 你一种 别把这个 你一种 他就觉得 你一种 我一种 你一种 你能够 你一种 我一种 你一种 我一种 我一种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什么 找找镜子 这是我呀 师父 好厉害呀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师父 这是什么厉害的法师 我还要变 你想要维持得久 就得自己努力修炼 你是这卫狐 能施唤醒之术 方才精中的少年 是旁人眼中的你 红之不散 旁人看不到你本来的样子 切记 唤醒之术 最寄你心动荡 你要稳住自己的心 师父 你好厉害 什么都会变 可是我怎么从未见过 师父变过脸 换过型啊 因为唤醒之术 只有九尾狐才会使用 谷主虽知如何引导 但是他自己却用不了 那 是否等 阿继学会了这个法术 师父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 那你要答应师父三个条件 何止三个 师父说的条件我都答应 永远不入陆台山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 永远不去不去 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永远不得 好啊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 吓死我了 最近怎么总是做奇怪的梦 越来越可怕都灰飞烟灭了 不过 那个人长得倒是蛮好看的 好看有什么 还不是把我吓哭 阿稷 谷主要考考你的狐火之术 阿稷病了 怕是去不了了 除非思雨姐姐告诉我 你们什么时候带阿稷出去玩 谷主不是说了吗 待你的唤醒之术控制自如的时候 便是你出谷的日子 好吧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 能让谷主亲自教导你法术 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你呀还天天让谷主 用吃的哄着你才愿意去 谁让阿稷这么漂亮可爱 讨师傅喜欢呢 之前是桃花酥 杏鱼酥 还有栗子酥 上一次我让师傅给我带了酝酿 今天是不是就吃这个 试的话 分你吧 你等过了谷主那关再说吧 否则 你能吃的只有法 这你就放心好了 师傅教我的所有法术 我都学会了 这就叫则天赋异禀 五个旌旗 赶紧去吧 谷主在花海等你呢 谢谢思雨姐姐 那我去了 我去哪儿 我应该别生 том 这个星小的地区 我们是反正的 你跟昔之尊 干的 她看不死 我喊一口 那她是条命的 这都能躲得过 不合适你的看家本理 就这点本事 哪有 我明明是怕你会受伤 所以才没尽全力的 还来骂我 我以后不孝敬你了 看 这是什么呀 这叫烟花 我让果中弟子 从人间带回的 喜欢吗 喜欢 还是师父最烫爱记了 我 云河 若没有经历文化库的中招 你本就该长长 这般无忧无虑的模样 明明是第一次看到烟花 可为什么觉得这么熟悉 有点小 kró 往日不是都会给我准备一些点心吗 今日怎么换了个花呀 真想知道为什么 还是吃香套好吃的 真想知道 今日是你的生辰 这盐花是送你的礼物 今日是我的生辰 那 芸尿酥呢 换行之术练得如何了 师父教我的法术都很简单 我一学就能会 但唯独这唤醒之术 只要我心神不定 我就会立马献出圆梦 师父 不如再给我几天练一练吧 好啊 继续练 练不好的话 什么都没练 师父 都是你爹条臭鱼 害我练不好唤醒之术 让我生长都吃不上饭 要是让我知道你是谁的话 我肯定会把你变成泌酿素 一下把你吞掉 好饿 就算现在吃你也不顶饿 根本饿得睡不着觉嘛 师父不会这么心狠 让我生长都吃不上饭吗 师父 师父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挨饿 当然舍不得 知道你喜欢凡间之物 既是生辰 就少不了凡间的寿面 其实爸 其实我不是偷懒不认真修炼 是我一直在做噩梦 弄得我心神不宁的 什么梦啊 就是我梦到自己躺在一块大冰上 周围都在下着雪 特别特别冷 有一个人他一直抱着我 我还看到了他的脸 他长得还行吗 他有一条特别大的尾巴 又长又亮 还有呢 还有 他看起来好像很难过 有珠子存在眼睛里掉下来 就跟这个一样 师父 你之前跟我说过 你捡到我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梦里那个呀 它叫珍珠 茫茫世间万千璀璨珍珠 它只是普通的一刻 就和你的梦一样 万千幻梦中也是最平常的 不必管你 只是这样 我还以为 和我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呢 玉尿酥 师父你当真就我带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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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琪 师父以前也做过梦 梦里面我有个很喜欢的人 也有个很恨的人 我喜欢的人想要离开 我不惜一切代价想留住他 哪怕是姓名 可我恨的人却告诉我 这世上还有很多事需要我用姓名去做 这些事要远比我个人的生命 爱恨来得更重要 师父 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 糊涂可尘不是一种幸福 但梦中的事就让它留在梦中 阿琪 你要记住了 春花秋月年复一年 你也不该回到 可是师父 你还要不要好好练啊 要不要出去玩 那是当然 我一定会好好练换星术 到时候师父可不等食言 师父等这一天 也许久了 思雨姐姐 师父说的我都练成了 他说的还算数吗 父亲大言将诚 万华国很快就能自由了 皇军 又从同 2022 尽童 因为我还有 像新的一都 很高一样 我能力 因为他要话 沉中 床后 我就陪阿稷出发 是你 东莲长楼呢 还没回来 或许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 对 谷主 纷尔 等东莲长老回来 药还可以再炼 公主 我们遭到了 珠丽的埋伏 老夫这次恐怕帮不了你 你自己千万要保重 把他们全都带回新世府 伤害了他们 谷主 师父怎么还不来 谷主 已经过了午夜 阿芹那边还在等着 怎么办呀 东莲他们 不能不管 谷主 要去千师府 师父 你可算来了 我等得都快睡着了 出国之后想去哪儿 哪有好吃好玩的就去哪儿 山下雨多 多射成毒账 你虽会先术 但学术不精 还要备一些药物法宝在身 思雨 来 明日你就要一个人上路了 为什么是我一个人上路啊 师父不是说好陪我一起的吗 师父还有药室在身 少则一个月 多则半年 能得吗 半年 难忘了 我就知道你心机 所以让你先出发 但师父说得好像 我一心只想着玩似的 师父的父亲有些救不 隐居难防 我已经写信把你托付给他们 地图在包裹里 顺着走就好 那师父办完事情 会去找阿姬吗 当然了 这一路上你会途经人间 会遇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你先去帮师父探路 我随后就到 那好说 这事包在阿姬身上 谷主是怕您不在 顺德和仙师会寻到此处 阿姬会暴露 所以才要将他送走 对吗 我的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身在齐位 当夫妻子 东连他们还在等我 是 思雨这就去准备行装 明日随孤主一起出发 不必了 此行危险 我一人即可 思雨 你我主仆百年 我主仆百年 缘分到今日结束 明日同阿姬一同南下 谷主 父亲给我选的这条路 注定独来独往 独生独死 你陪我走到今天 坐影 我主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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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不愿 如果要照顾阿姬 如果要照顾阿姬 谷主就自己去 谷主就自己去 不要 不要 不 不要 思雨知道 谷主选的这条路 异常艰辛 思雨所求不多 只想做您的影子 如影随形 至少这一路 您不会走得太孤独 您忘了吗 思雨说过 要一直陪着您 无论生前生后 求谷主成全 此次命令 思雨不足 是 等师父忙完了 一定要来找阿姬玩啊 好 师父 谁不答应 谁就是小狗 从今日起呢 阿姬就是一个 自由自在的人 想去哪儿 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如果师父没来寻你 你也不用来找我 那不行 怎么刚拉上手 就开始反悔了 那不行 那你跟我一起走 好 我答应你 一定尽快去找你 我若是迟到了 你怎么发我都行 如何 真的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要怎么发发师父才行 其实这次出去 除了吃喝玩儿了以外 我还真没想过要做什么 嘉义时日 你一定会找到想做的事情 想去的地方 但是你要记住 你答应师父的话 不去鹿台山 不以真面目示人 绝不去北渊 缠给古中传心 每天都传 走吧 正好 那我可选着这条路走了 你倒是 阿稷这就走了 你记得早点来找阿稷吧 阿稷 记住 不会痛 记住 师父 阿姬已经往人间走了 第一次入人间 还是独自一个人 阿姬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真不愧是我呀 阿姬以前觉得仙界很好 现在才知道世间之大 仙界有其高级 人间也自有它的繁华热闹 我想 师父您说的话是对的 阿姬会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也会知道自己该叫什么 归来客栈 我明明是第一次来人间 怎么觉得好像来过呢 不会是又和梦里那条大尾巴 与有关吧 师父好像不喜欢我提到梦境 这句还是不要的 我买了这么多颜色 先是哪个好弄 外面有人用了灵力 难不成是师父来了 不是师父 先是师父的爪牙 我看你往哪逃 先师父 鹿台山的先师父 我是被逼的 那是先机之令我不得不来 但我没有害过人 一丘之河还敢脚脸 既然跟先师顺得勾结 就该知道有这一天 以多欺少算什么好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只臭狐狸 我劝你不要多管先师 这怎么叫多管先师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他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 你们何必要这样赶尽杀绝了 他们围捕其他御灵师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手下留情啊 洛姑娘 我没有动过手 空明和瞿晓星 正在附近围捕其他先师府的弟子 一会儿就来 洛姑娘 这个狐狸好像跟他是一伙的 不如我们把他一起带走得了 说话不要那么武断啊 谁认识他啊 谁跟他是一伙的 你是被我牵连的 我拖住他们 你赶紧跑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知道你不是坏人 放心 画本里的大侠 可不是这个时候逃跑的 画本里的大侠可不找你这样 抓起来 押回北渊 北渊 不就是师父不让我去的地方吗 果然各各凶声扼杀 那画本里还说了 擒贼先擒王 你放开我你这个臭狐狸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你要是敢惹我的话 北渊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你 这么多灵石 怕不都是抢来的吧 你北渊的人这么富有吗 你还给我 那是我跟云合好不容易宰下来的 哎呀 和什么好 这 这位先有 这么做有些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都是抢来的 不拿白不拿 嗯 哎 哎 反正是你啊 我救了你 你还过来教训我 拿着 不 在下机宁 多谢先有相救 请为先有尊姓大名 叫我阿稷就行 哦 对了 方才说那什么先师府的人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这个人倒是挺不错 生性善良 我才救了你 你就别跟他们一武了 其实 先师府并非都是作恶之徒 有不少师兄弟 都是迫不得已 封命行事 你哼什么 人家好歹还想要救我 你呢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人 要我看 你们北渊的才是坏人吧 不过呢 你说我好不容易逮到了你 该怎么处置你呢 我要不要看看你身上 还有什么呀 阿稷哥 那个 毕竟男女瘦瘦不亲 瘦瘦什么不亲 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教训才对 你说你这么好看 那个小姑娘 干嘛总是凶巴巴对别人 怕不怕啊 让我看看 该从哪儿下手呢 放过你了 洛洛 洛洛 没事吧 空明 好了好了好了 洛洛 这春狐狸是不是轻薄你了 那倒也没成功 没成功 先生 这个县师府的人 好像跟那个狐狸是一伙的 该如何处置 成羽的失地 先把他们带回北洋看押 小心 好 你跟洛洛一起回去 走 是 为什么呀 你又要赶我走 当然不是了 只是清瑶给我传信过来 说现在北渊突发了一案 有犯事者闯入了冰湖 常义他连查都没查 直接判了死刑 现在不赞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我不放心 就算再想不开 也不能这么胡乱的发人 常义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这件事他肯定有其他的计划 洛洛 现在玉领事之困未解 我真的走不了 小心 回去以后一定帮我盯着点 你又要留我一个人在北渊 这不还有我吗 你又不是空明 好了 乖了 只要我纠置好这些御灵师 我一定马上马上回去找你 好吗 嗯 再看我 秋迅 把那样补ger了 不是吗 我要去吧 都行 现在我没想到 车路感到 是吗 是吗 去人生 那儿 有呢 哪儿 我还不愿意 来 但是你这北冤的情况如何 听说你的后院快起火了 齐峰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 再拖一段日子 他一定会自乱阵脚 露出破练 到时候再收我 你这条鱼 如今愈发像钓鱼的人 这许久不见 酒量涨了不少啊 每次找你饮酒 除了宫氏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无趣得很 心绪难平之时 饮酒放得入睡啊 是为了平复心绪 还是为了梦中 可再见故人 刚入石方镇那段日子 我喝的也不比你少 这般心绪 我总会不懂 前辈也是想 劝我看看一点 我自己也从未真正看看 劝你做什么 好了 该打听的消息也打听完了 我该走了 又要回乐游山 不然呢 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不许多鸟 你是 要不要 你 但是 你也不要 能再见他一眼就好 这是哪里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打仗 那个人又在做什么 云和 阿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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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啊 这哪儿啊 这是北渊凌窗台的吴妄窟 我们都被抓来这里了 你说哪儿 北 北渊 这下完了 师父真的要生气了 这些北渊的人也真的是 缝人变转 果然是一群混蛋 这句话算是说对了 这北渊哪 没一个好东西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 你这话问得就可笑了啊 就这鬼地方 难不成我是自愿进来的 问问而已 凶什么 小兄弟 这位不日便要被那娇人处死 你就再让他张狂几日 闭上你的嘴 你 你方才说什么 这是死牢啊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我就不该不听师父的话 这下我可真要死在这儿了 连命都保不住了 你方才说的那个娇人 他是这儿管事的吧 说话好什么 我都这样了 你觉得呢 那你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关进来的 杀人泄愤 瞧你那个怂样子 我告诉你啊 我卢锦炎是被冤枉的 我就算脾气再坏再急 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行行行行 行了 你还好意思喊冤 那岂不是我更冤了 那不都是因为静云和吗 他干身要在阵前 劝降三千玉灵师呢 我要知道这娇人 是这副残暴德行 我都不如死在仙尸 和顺德手里的我 阿杰哥 我们不会真料死在这里了吧 那可不行 我师父还要来接我呢 我得活着才行 没有用的 我都试过很多次了 逃不出去 这鬼地方 跟仙师傅的从击所 差不了两样 来 你是十二 怎么了 哈哈哈 雲和 这么久以来 却连梦中你都不从心事 你就这般恨我 再也不愿与我向前了 不得了了 怎么了 快去看看 那臭舌在挖洞呢 他要逃跑 什么 挖洞 对啊 快去看看啊 真的 人呢 跑哪儿去了 人呢 跑哪儿去了 哎呀 在这儿在这儿过来了过来了 快快快快 臭舌呢 跑哪儿去了 哎呀 看不见吗在这儿在这儿 哪儿 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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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儿呢 快去 没有啊 就那小洞 他跟蚯蚓一样钻进去了 没有啊 这哈小兄弟 阿琪哥 外面肯定还有不少守卫 就凭我们几个冲得出去吗 反正都这样了 试试呗 一直都是师傅教训我 总算有机会教训别人了 对啊 试试 那走啊 等着教人送你嘛 啊 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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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季晓哥 你可以啊 身仓不落啊 照我说啊 你有这本事 都不如我打回凌霜台是不是 打破那个教人 你自个儿在这儿北渊 当个尊主不挺好的吗 要真是这样 我卢锦言一言九鼎 一定留下来 啊 尽心尽力辅责你 哎 考虑考虑 怎么样 这凌霜台听起来就冷冰冰的 还有那个教人 他那么可怕 我躲他还来不及呢 哎 你们二位 是要分头跑呢 还是要继续打呢 不是 今儿算你命好我跟你说啊 下回再见了 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哎 季晓弟啊 那我先告辞了 嗯 走了 嗯 你个妖孽 行了 季晓哥 你呢跟我一起 你我有缘 希望 来日再相聚 嗯 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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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晓哥 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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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啊 ommt 啊 冬家 放进去啊 阿吉哥 这里怎么越走越冷了 要不咱们换条路吧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古怪 不行 你在这儿等我 我到前方去看看 说不定前面还有什么路呢 总感觉应该往这儿走 你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 那是个人啊 真是个烂酒鬼 在这儿动死 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是我梦里见到的那个怪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这条大尾巴鱼身手针跳 也算是开了眼吧 长衣 你是什么人 黑袍 暗纹 这种滑贵材质 北渊应该只有地位极高的人 才能穿吗 难道他是 阿吉哥 快逃 快逃 那个人就是北渊尊主 江人常义 金宁 逃 什么杀进凌双台 打败江人当尊主 那鲁锦炎压根就是在骗人 我耗尽全力都敌不过江人一回 他一成功力都没用到吧 孙主大人 有话好说 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大尾巴鱼 尊主大人 那个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不知道你在这儿休息 真的 纯路人 尊主 尊主 那个 洛国家说 那个有只狐狸 带着鲁锦炎和福昌 还有先师傅的弟子 他都被悦悦了 爷什么爷就在你眼前还依依 把他们都带回去 是 是 原来我梦里那家伙 就是北渊尊主 他不会就是师傅 不让我来北渊的原因吧 难道我和他有仇啊 就 就你呆头月的玉啊 这小狐狸长得还挺精致啊 走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师傅用心良苦 我绝不能让这娇人认出来 否则 非但小命不报 还会千年失死 娇人说处死鲁锦炎 怎么到现在还不动手 他不会发现什么 将军 吴王库传来消息 有人带鲁锦炎越狱 越狱 越狱 谁干的 抓到了吗 暂时还不清楚 只听说那个人 在冰湖上 冲撞了娇人 还有鲁锦炎他们 都已经被抓回灵霜台了 罪上加罪 我就不相信 这次他鲁锦炎 能有什么火炉 走 随我去灵霜台 尊主 月狱之人已经带到了 据 据月族说 就是这眼狐狸带到月狱的 来来来来来 我鲁锦炎一人做事一人当 此事与他无关 你们别前连别人哪 你是谁啊 情人敢带头越狱 我就是一个逍遥小仙 无意要冒犯尊主 无意冒犯 还偏偏去了冰湖 尊主 尊主 情瑶少主 向来对北渊的事务 非常地上心 不过最近齐丰将军 倒是格外地勤快啊 鲁锦炎一案 本来就由我督办 自然要格外留心了 鲁锦炎最不可赦 今日月月最佳一等 把他们带去刑场 你不能杀我 不光是我 今日在殿上之人 你一个都不能杀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留下你的性命 北渊不拒战 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 你说过 北渊从不拒战 但更愿与三千玉灵师 携手对敌 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 绝对不会是昏庸暴力之主 否则 你便是对不住所有人 对不住北渊对你的信任 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我路上听得不行吗 各位先有到北渊来 是因为这里有他们所求的生存与尊严 你若查都不查就将他们杀了 你若查都不查就将他们杀了 不单是辜负了两条性命 更是辜负了 所有投奔来北渊的生命 倘若他们死在这里 便是告诉世人 北渊和先师府并无不同 你说这些不怕死吗 以尊主之地要杀我绰绰有云 但是我许你这份信任 你不会杀我 胡言乱语冲撞尊主 罪不可赦 带他们去刑场 我有允许过任何人动他吗 你叫什么名字 阿稷 阿稷 你和他们的庆命保住了 死罪可免 但闹事者必成 带他们去园艺营做苦力 走吧 走 你们在这儿好好干活 知道了 我说季晓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临危不惧 还可仗义直言 我第一次觉得我卢锦颜 这么重要呢 我跟你说话呢 临危不惧个头啊 刚才我吓得狐狸尾巴 都快露出来了 季晓哥 你刚刚那么慷慨激昂的 可现在怎么了 发什么呆呀 我只是觉得 方才救下我们的 并不是我说的话 那能因为什么呀 难不成因为你的名字 真是的 好像 正是因为我的名字 尊主 的 这是拿下来的 哪个人 你真是 哪个人 有了 你真是 哪个人 哪个人 但更愿与三千玉林师携手对敌 当尾吧 云 没想到这娇人还是没杀我们 这样看来他也并非那么残暴 可是师父为何不让我到北院来呢 还有那些可怕的噩梦 该不会是我跟他之间有什么私怨了 来来来 别发呆了 来 坐坐坐 坐坐坐啊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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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季晓哥 你这么有本事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我那个黑锅到底是谁让我背上的 你帮我查出来 你要什么报仇 我都能满足你 没时间 我本来就是被你们几个人卷进来的 我还要赶紧逃出去 去找我师父会合呢 不是 那你就帮帮我 逃去哪里啊 哪儿都不逃 这尊主日理万机的 怎么到我们这个破地方来了 喝茶 好 这家伙是之前没杀我们现在后悔了 还是认出我的身份 来找我麻烦了 你们不做啊 尊主 我内急 请告辞了 等等 先门弟子哪儿来这方面需求 修 修为不够 我们修 修为不够啊 对 就是修为不够 对 你也有这个需求啊 我 可以有吗 最好没有 怎么在娇人面前心虚的感觉也这么熟悉 看来铁定是仇人了 来 北渊之中 你虽然是生面骨 但本领却不小 你究竟是何方人物 尊主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不过就是一只野狐狸 好吃懒做的 我师父常说我浪费粮食 其实尊主 不用这么看重我的 你师父能把你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你师父是何方神社吧 我 师父 我师父 教你嘴欠 现在这叫人不仅怀疑你 连师父都牵折进去了 尊主 实在是有点内疾 不如等我回来再说 憋不住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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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去 现在北渊备战 容不下门口谎言的人 要不要我再送你回吴旺窟 好好地想一想 又关我 你怎么这么喜欢关人啊 你这条大尾巴与尾巴那么大 心眼怎么那么小 长夜 你怎么尾巴那么大 心眼就这么小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完了 梦里看到这家伙的尾巴 竟然随口说出来 你说 你是女的 你之前为什么要叫我大尾巴与 你怎么知道这个称呼的 我 你到底是谁 完了 再不想个办法 我的身份只怕真忙不住了 我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狐狸 我师父剪刀我把我带大 干嘛 鱼不对我尾巴吗 还不让人说了 这 这衣服 谁还没个特殊爱好 关你生产 你又在说谎 我学的换行术 全身都不会有破绽 大不了 豁出去了 那你要是不信 就验身啊 反正都是男的 大不了你验身 好 来 过吧 都是男人生你害羞什么呀 来 来来来来 总算混过去了 干嘛一直叮雾 来 来 尊主 您在忙是吧 那我待会儿再汇报吧 就是那阿稷的事 没那么重要 没事 说吧 阿稷其实每日就在 袁一营上下宫 也没什么事 其他的事 他什么都没有做 他也就偶尔骂您几句 其他真没什么了 尊主 就一个阿稷 派那么多人看守 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呀 继续派人盯着 下去吧 尊主 落花即败 不见其行 但其器 仍在这世间流转 心缘不灭 则生生不息 也许千百年后 会见故人归 尊主 今日处理 不用掴挥了 那年 来 快来 秋了 那边 先 verte 去 阿极客 最近怎么没见你替逃跑的事啊 这不像你啊 你以为我不像 你看 那个娇人派人把我们盯得那么紧 怎么讨论 那我们不会真要困在北远 干一辈子苦力吧 那可不行 必须得想个别的办法才行 别装了 说你呢 去告诉你们尊主 我有事见他 尊主 卢锦炎杀害福衡一事 至今没有定论 北远一轮不止 还望尊主早日定夺 以安人心 尊主 阿极求见 此等小事 不必叨扰尊主 我现在就过去 少主 你连日劳累 早一些休息吧 卢锦炎的事情 我已经有打算了 咱们 之前对我避之不及 现在却主动求见 你的性子倒是变得快啊 怎么 只允许我对你厄誉奉承 不允许对你抗议啊 抗议 关都关了 罚都罚了 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走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放你们走了 任何一个跟先师府有关的人 都不能离开北渊 那如果我代季立功 不知尊主可不可以为我破个例啊 区区一只野狐狸 差点被我们尊主打得满地爪牙 你 你能立什么功啊 如果我能为尊主钓的大鱼呢 有话直说吧 不用扰丸子 站那儿说就行 卢锦颜说他是被冤枉的 杀扶衡的真凶列有其人 我相信尊主这么聪明睿智 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吧 所以你知道凶手是谁 冤有头债有主 把扶衡叫起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简直胡言乱语 这扶衡早就死了 如何让他再说话呀 服侍西城香柳血脉 有九次生机 只要能用这秘书将它催动 它便能再次醒来 这秘书我都已经想好了 尊主要不要啊 诶 给可不能白给啊 既然你拿了这道秘书 那就要放我跟金宁离开北渊 以北渊的民心换我俩自由 够划算吧 你怎么又欺负人啊 既然是买卖 当然要先看了货再定夺了 这秘书是你自己想的 当然不是 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是机宁想的 如何啊 尊主 这买卖到底行不行啊 来人 带他回去 等消息 又要关我 从现在开始 他们可以在北渊自由走动 其他的 以后再说 秘书你都拿了 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醒回 带下去 带下去 别说话不算数 去去 来 郡主 这什么秘书啊 自己看 这阿稷神通广大呀 这件事 你悄悄去办 秘密行事 不要走漏了风声 放心 尊主 我找几个心腹 绝不让那个棋风察觉 都检查过了 没有尾巴盯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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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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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这么说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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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这秘书太管用了 太好了 把扶衡带回临双台 担任之事 尊主要问个明白 兄弟 兄弟 七方 你干什么 你说呢 难不成等着真相大白后 你们来抓我呀 原来你就是杀害我兄弟的凶手 还在这儿贼喊捉贼 是要怎么样 放心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团聚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陷害我 吴俊妍 怎么是你 这世间哪有什么复活之术 原来是你这个混蛋陷害我 吴俊妍 吴俊妍 怎么是你 这世间哪有什么复活之术 这世间哪有什么复活之术 这个菊 吊的就是你 甲尔 甄鱼 甲尔 我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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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人 的 放着北渊 便不容许任何人 让我欺安宁 长夜还没结束呢 杀了我 你的野狐狸不要了吗 杰哥 你赖我来这里干什么 那娇人不是不关我们了吗 你还要来干苦力啊 干个头啊 那娇人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会反悔呢 趁他现在在钓鱼 要逃 只有现在 将军吩咐 抓住这狐狸 想抓我 想的没 阿杰哥 我头晕 这是望月杀物制成的迷烟 迷惑神石 削弱凌厉 你们走不了了 分头跑 追 他受了伤 又失了林力 林重物大 难遍方向 他肯定走不了 其实从大殿那日我就发现了 长衣你果然是个痴情种 哪怕只是和纪云和有几分相似 只是名字里占了个忌字 你又六神无主了 你试试看 如果今天我没有及时回去 他就要为我陪葬 齐峰 你记住了 作恶之类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阿稷 你动不了他 孙主 孙主 有人要杀阿稷 就在兵户外的历子里 阿稷 灵力都不能维持坏行书了 果然师父不让我来北约是有原因的 我今天不会要栽在这儿吧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呀啊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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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麻烦 从今往后 再无谎言 永远一直 一起 英雄 不管是现在 还是来世 我都会找到你 我们都会在一起 对不对 英雄 什么是你啊 像一首歌 相遇在 尊主 尊主 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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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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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罗总 刚才那尊主抱着的是季小高 对不对 尊主什么时候这么关心他了 对啊 这不 这不乱套了吗 尊父 尊主 尊虚 尊 Antrag 尊敬 尊主 尊危 这娇人以前也救过我 为何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的房间 已经没事了 糟了 换行术 没了 换行 这就是你改变容貌的原因 完了 完了 他认出我了 他把我抓来这里 该不会是要把我八匹抽筋吗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 不会的 不会的 尊主 其实 怎么可能再也见不到呢 我就是在林子里散散步 我没想过要逃跑的 你不用叫我尊主 和以前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那 这怎么可以呢 您身份高贵 我哪敢乱叫啊 想必您一定很忙吧 我就不打扰了 大爷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之前都是我的错 这一次 留下来吧 你不是北院尊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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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敢生您的气啊 我哪敢生您的气啊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如我们宾室前嫌 交给朋友 我们现在交给朋友吧 朋友 你什么意思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你不是北院尊主吗 还是 你在林子里名烟稀多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不打扰了 杰云和 你在跟我装傻是吗 你真不记得我是谁了 苍天 杰云和又是谁啊 这家伙在说什么 没事 别过来 别动 他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还给我了解商来了 这手法 还挺温柔的 别怕 摸一摸 就不疼了 摸一摸就会好 摸一摸就会好 以后这个法术 就只属于你一个人 不疼了 你 我觉得我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答案了 我还是回袁云吧 你就留在这里养伤吧 别浪费灵力 去用你的唤醒了 还是别了吧 你这这么多人 进行出出的 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还得一个个解释 太麻烦了 我还是换个型 赶紧回去吧 你如果不希望 别人看到你的真容 我就不让其他人进来 打扰你便是 留下来吧 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正好有点儿累 我想先休息了 尊主你不用招待我 你们偷偷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是不是长衣那个混蛋 想偷偷杀了我 回答我 表妹 表妹 尊主说了 你终究是我族中人 此事就交给我处置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长衣杀我的 表妹 我只是一时失守 你不会和我计较吧 事到如今你还没有醒悟吗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难道要帮长衣对付我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胡祖 他长衣心里永远不可能有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呢 表哥 北渊肩负的意义 早已经不是为了你我一起的荣耀 我不会杀你 但如果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的话 北渊也容不下你 我 通告北渊 启封已被废去全部灵力 即日起 被逐出灵绍台 此生 不得再踏入北渊一步 你们俩一个外人这么对我 你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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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我们以前可能是有些误会 不如我们并释前嫌 交个朋友吧 我们并释前嫌 交个朋友吧 云鹤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可是为何 你不记得我 你怎么回来了 阿稷身上的事情 我想你终究需要一个答案 这娇人看到了我的真容却没有杀我 还留我住在这儿 难道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 才会对我这么好 既然如此的话 就只能先留下养好伤 再想对策 可她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 还有那句话 我好像在梦里听到过 我和她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是怎么知道 阿稷就是云河的 当日你给我来信之后 我心中便有了猜疑 所以便四处踏访去寻找点击 总算是找到了其中的缘由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当日是我亲眼看着云河 烟消云散 他是如何才活过来的 他本就没死 应当是当年林苍兰 在他体内注入了乾坤两极之力 注成了双脉 金云河过去之时 玉灵士这一脉自然就消失了 可他体内含有九尾湖的灵力 保住了他的另一脉 才能幸免于难 不过这件事 应该是由旁人知晓 帮他重塑了人性 也就是说 他的记忆 是由于玉灵士一脉的回去 而不复存在了 是 难怪他不记得我了 懂得双脉原理的 只有林浩清 阿姬口中的师父 不会是他吧 是他 以后你有何打算 你若是 想让他恢复记忆 我便继续寻防 踏破这四海八荒 定能帮你找到办法 你以为我想当什么玉灵士吗 如果不顺从玉万花国的管束 我又如何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卫 白玉 我就是一个逍遥小仙 无意要麻烦尊主 不必了 这一路你也辛苦了 早点休息吧 长衣 你当真能放下吗 曾经的云侯 凡事都会自己扛着 即便是伤痕累累 也都不坑一手 现在的他 好像开心了很多 或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人赐和恩赐吧 我不希望他再背上过去的枷锁 所以 不用再找了 他如今这样 就很好 那你呢 你还要背着这沉重的枷锁 继续前行吗 不论他记不记得我 只要他是金玉和 对我来说 就足够了 现在阿姬的快乐 不该再被任何人打扰 这件事 就当做你我之间的秘密吧 我答应你 既然伤都已经好了 娇人又不在 那我是不是可以逃 逃什么 逃换些礼物 感谢尊主的救命之恩 是吗 好吧 我就是想出去散散步 老是憋在屋里的话 脾气会变得古怪 而且会越来越丑 好 那一起去吧 好 真的可以来这散步啊 上次我误喘到这儿的时候 结果被你打出去好远 上次是我不对 如果你想解析 可以打回来 那倒不用 你真的不会反悔啊 你很喜欢这里 你很喜欢这里 总感觉这里海阔天空的 特别自由 特别畅快 就想在上面好好地跑一跑 我不是说要逃跑的意思 没事 你想去就去吧 真的 那我可去了 你不要反悔 去吧 你不要反悔 他什么时候 你不要反悔 我会犯了 你不要反悔 你不许阳 你不许阳 别怕 我不会罚你 如果你喜欢这儿 我以后天天都带你来 不用了 我还得回去做苦力呢 罚你做苦力 本就是我不对 就不要再做了 以后我也不会再强迫你了 找你开心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武功不受禄 我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你忽然对我这么好 有什么理由吗 可我一样 这理的曲 真的挺美的 这是什么理由啊 这交人殷勤不定 果然还是不能在他身边多待 真的 我做什么都可以 对 在吴恕府接遂你 那你让我在北渊玩一拳吧 玩完之后 我就让师父接我回去 刚不是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吗 我这么快就反悔了 你就这么不愿意待在这儿 那我直说了 我害怕你又一言不合地把我关起来 虽然这儿风景不错 你长得也挺好看的 但是这时间我还没看够呢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 看着你的脸过一辈子 今日先回去吧 这件事 过后再上 那我就先回袁一营吧 反正我这腿也好了 没必要再在你那儿待着 好 走吧